一人掃豬羅智翔的助理在昨天早上七點多的時候 開完趴喝完酒硬要開車上路 結果人就在台北市的明泉東路路段上面撞上了混凝土車 車頭是全毀了 警方到場對他進行酒冊 發現酒冊子竟然高達了1.2 直接將他給移送把辦 過程當中還對來到現場的記者嗆聲 說酒是在你媽媽家裡喝的 顯然是沒有什麼回應 一輛混凝土車到了路口停等紅燈 結果一輛黑色轎車連煞車都沒煞就直接撞了上去 黑色轎車追撞前方大型車的車尾 車頭扭曲變形就此爆銷 駕駛脫困後還在一旁拍照 記錄自己酒駕的慘況 而這名肇事者被發現是藝人小豬的助理 經常和羅智翔同框出現在活動場合 除了擔任小豬助理 還曾是團體Party Boys的成員 如今因為酒駕出事上了色違版面 7號上午7點多他前一天開Part喝多了 硬是酒駕上路才會肇事 警方到場移測酒車值高達1.2相當的醉 沒想到他沒有反省竟然還出言怒嗆記者 酒醒了嗎? 昨天是去哪裡開Party? 喝那麼多怎麼還敢開車? 流行助理被移送時身上濃濃酒臭味 酒氣都還沒消散 警方將因為他的危險開車行為 依涉犯刑法的公共危險罪嫌移送法辦 不過貼身助理出事小豬還在神隱沒有出面處理 看來還沒擺脫分手縫波的陰霾 既然台北中央報導